你必须得马上摘,不摘的话这鱼要干磨了,这鱼就没给摘了,特别是小鱼 大一点还好一点,大鱼你看不摘还能差点劲 这小鱼本身鱼就小,这鳞片一干磨了就没给摘了,所以就得马上摘 今天这太多了,七瓣丝条 小鱼有点费劲,时间有点长 感谢老铁的关注啊 它这种小白鱼吧,因为这个本身都是小 小,网眼也小,它都是正钉眼的,再加上,如果说你不趁着这油水啊 你就是,如果它一旦要干了之后,你就隔水泡,它的淋板 它的那个油性也没有了,所以说就得马上摘啊 这鱼比较大啊 这往下手似的挺切的 我这栽埃鱼的省器也没有了 太厉害了 这卦鱼选网呢,一定要选这种,网当是比较大这种的啊 咱们挑网的时候呢 你就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它不有一个三层网吗 外层呢 有可能是你把网低了起来之后 你发现里面那个小眼那个网 它会记一个扣的 记一个扣的 里面的网一定要比外面的网要长出许多 这样的比较好的 大多数都得长出将近三分之一左右 那样这个网才能拿鱼啊 这个网才能拿鱼啊 如果说这个里面和外面是一边长的网 那没啥用啊 同样咱们说 你像有的说这个网